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马币在过去几天连续上涨 那不过昨天令吉兑美元升到了4.4250之后 今天回软 马币连续11天的升势暂时告一段落 根据彭博社 那马币兑美元早盘开低走低 开盘报4.4262 之后扩大跌幅 更一度贬至4.48令吉兑1美元的水平 还在截至傍晚5点 令吉兑美元的汇率报4.442令吉 单日跌幅1.06% 虽然马币是终止了11天的涨势 但是首先安华今天在财政部长月集会上表示 回看过去几天的数据 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令人担忧的情况下 那国内目前的状况还有令吉的走势 是令人振奋的 安华认为 那是因为财政部还有旗下部门机构所采取的措施 在加强令吉汇率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安华今天在财政部长月集会上坦言 他知道针对性柴油补贴是不受欢迎的政策 但这一项政策却增强了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 因为投资者看重的是负责任 且没有漏洞的政策 安华说政府已经证明 针对性补贴可以节省超过40亿令吉 安华还预告 2025年的财政预算案将会专注于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解决垄断和物价高涨的问题 他已经要求财政部的政策规划单位 制定跨部门的解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燃